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英國那邊出了一些變故 就是有傳英國的官員 好像是警告一些疑英的黑暴 今次不只是黃絲 簡直是黑暴 就說如果你這班黑暴 再組織一些活動去搞反中亂港 甚至反中共的話 會立即生水喉 停止再資助這班人 這些疑英黑暴現在就投訴 投訴就說被英國打壓 被英國恐嚇他們 搞到他們有寒蟬效應 你跟英國說寒蟬效應 人家蟬是什麼來都不知道 寒蟬是什麼來更加不知道 你還有寒蟬效應 人家明不明白 你翻譯英文你怎麼翻譯 真是怎麼翻譯 翻譯完之後人家又明不明白 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一起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明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做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這件事在自由亞洲電台和連登上 是登了出來的 那些連登仔就說了 你這些港豬當然要靠自己 即是靠別人嗎 報道裏面就說 英國傳媒報道的 英國自己報道的 應該挺堅強的 英國政府即白廳的官員 曾經威脅 停止向批評中共的潛逃港人組織 提供一些資助 並且要求他們 不要再利用政府的資金 在當地倡議人權 並且反對這個獨裁鎮壓的動作 有在英國的香港人擔心 這些情況會為他們帶來寒蟬效應 呼籲這些港人組織和政府 為要持續地溝通 並且要堅守自言論自由的原則下 要繼續發聲 即使被打壓 都不應該不說話 這樣 好了好了好了 現在是不是比較說中了 我那時就說 你移民去英國 就要當自己是英國人 你不要搞什麼 香港事務 我是人家的政府 都覺得 很麻煩 也覺得你不是真心的移民 你當英國是水泡 那怎樣 給你錢 你走嗎 那我不給錢 你了 後面你警告他們 你不要搞那麼多 你好好地 在英國做一些有建樹的事情 但問題是 這些黑暴黃絲 他們可以做一些有建樹的事情嗎 不可能 如果他們有建樹的話 香港怎麼會讓他走 他自己又怎麼會走 怎麼會捨得放棄自己建立一手建立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班BNO形式走的黑暴黃絲 基本上他們是毫無建樹的 在香港基本上是沒有東西的 是廢物來的 如果有錢的有建樹的那班 會用BNO這個計劃去移民嗎 絕對不會 英國的每日電訊報 在日前的報道說 負責為歡迎港人計劃發放資助的英國政府機構 城鎮升級與房屋社區部 簡稱DLUHC 什麼來的 接著就說 近這幾個月 就跟當地潛逃的港人組織之間 發生了很多次的衝突和爭執 是很多次 不是一次半次 報導裡面就說 有白廳的告及判員威脅這些潛逃的港人 他說 你們不要在這裡再批評 跟中國共產黨有關的組織 否則的話 就會停止資助 英國會抓間諜 是不是這個官是間諜來的呢 還是搞這些活動那班是間諜來的 要搞亂香港呢 不要緊 兩班人你都嚴刑逼供下你就知道了 真的 報導裡面說 政府也施壓 要求他們不要用英國政府的支援的錢 在英國境內 推動一些人權和反對專制鎮壓等等的政治活動 為什麼呢 他推動人權 就是削弱英國政府的管治權 他反對專制鎮壓 就是反對自己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那些國安法比我們強很多 你要知道 當然 英國政府是知道 英國黃絲是不來 英國黑暴更加不來 報導形容這件事會引起一些寒蟬效應 有一些活動唱會的人士都敦促英國政府 要記住 要記住 你們當時 你們當時 是向香港人作出言論自由的保證 香港人才來的 你就走 英國也是想你走 你走了 他們就好些 他走了 你們走了 他們覺得財政負擔可以小一點 他也是想你走 說到自己很大的東西 他過來是恩賜 你們有潛逃過去 英國是恩賜 說到這樣 你保證這樣我才來的 其實 真的可以隨時走 快點 英國是這麼說的 英國很想是快點 走得 我個人認為是不好 你們千萬不要走 要留在國都 好不好 報導裡面提到 今年夏天 在曼徹斯特的一間所謂的非貿易組織 叫做惠賢社 通過歡迎港人計劃獲得 三萬九千九百九十磅的撥款 即是三十 四十萬的錢 四十萬 有一班 在英國的港人團體 之後聯署抗議 就說 這個惠賢社 完全獨立 但是 跟中國有關係 在英國的機構有些異常密切的關係 大哥 都說非貿易樂 獨立很正常 難道像你那幫貿易那樣嗎 對不對 先 報道說 之後他們的政府部門展開調查 召集了這些港人 獨立團體 港獨團體 的代表開會 提醒他們 在受資助的協議條款下 他們不應該令到他們的部門名譽掃地 即是說什麼 他們只可以支持他們 拍掌 掌聲在哪裡 掌聲 這樣的 其他事情 令到他們會被人罵的事情 不應該做 亦不能做 報道裏面就說 在另一些事情裏面 他們那些英國政府部門都已告 香港活動人士 不要將受資助的資金 用在政治活動裏面 今年5月份 有很多個在英國的一些港獨組織 原本在英國的一個教堂 搞教育營 並且就是以一個被我們 中華香港禁止的開幕 叫做羊村 就做他們的活動難本 但是這個活動 之前就突然之間取消了那個場地 文傑之前也說過 原本遭用的那個 叫做場地的地主 英國的一個教會就強調 這些活動不行 為他們帶來影響 報道亦都說 當他們英國的政府部門 看到活動宣傳的資料之後 他們對政府的資金使用了一個 發了一個警告 就說 你們不可以去拿這些政府資金 去做這些政治活動 他說這些政治活動 雖然沒有被定義什麼叫做政治活動 羊村這本是確實有一個具有政治性的目的 一望就知道了 英國的官都這樣說 法官大人 香港的法官大人 定罪都可以了 英國那些都覺得這本是有政治味道 好啊 其中一個獲得英國政府資助的港人組織 港獨組織 叫做列斯與神 他在董事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沒有收到相關部門提示 他們不可以搞政治活動 但承認 在接受政府資助計劃的時候 簽那份合約 裡面那份合約是有提到 不可以拿受資助的錢 進行政治遊說 不過他說 政治活動是些什麼呢 這些定義很不清晰 要用這些藉口 其實他們搞某些活動 本身是帶有政治目的性 那你自己不承認 你不要當別人盲才行 你在香港對香港政府盲 你在香港想當香港的人盲 但你去到英國 都想當外國人盲 沒有辦法 OK 這個人就說 以他們的理解 以黑暴的理解 如果英國的政黨要他們做宣傳 他們不會做的 因為那些是政治性質 但如果只是講故事 播不同的歌 例如講讀歌 講不同的歷史 例如他們扭曲了的香港歷史 他說覺得這些不屬於政治 後面加個字 洋川是講民主公義普世價值 而已 那為什麼會是政治 如果政府部門來定 可以清楚地來定 什麼政治活動 這樣會好些 洋川這本書出來 本身就是政治 你說不是政治活動 法律 為什麼他們經常說話 有些法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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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的前香港 黑暴議員郭子健 就說 有聽聞過相關的活動情況 他說 受資助的港人的團體 感到很大的壓力 帶來一些寒蟬效應 什麼叫寒蟬 老了的阿蟬 OK 叫寒蟬 我不知道 真的 真的不知道 很冷的阿蟬 叫寒蟬 英國冬天到處都是 大哥 他們就說 他們的組織面對很多自身困難 是可以理解和包容的 但是他同時認為 一定要捍衛到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他說現在你自由受到打壓 哦 那你就由香港政府 然後郭子健 剛剛這個區議員就說 我們要有底線 就是發聲了 反映香港人的意見 告訴政府 聽 哪個政府聽 英國政府聽 香港人的意見 告訴英國政府聽 托慘嗎 有什麼用呢 沒用的 沒意思的 但如果 他說這些是英國人的意見 這就關英國的事 對不對 他說 他就非常之多謝英國政府 為到他們這一班的香港人做了很多措施 希望香港人可以了解英國的文化 適應生活 他們都很樂意配合 但是 他們始終都是香港人 他說 也都說 當地的有些政策 例如受資助團體 已經被染紅的時候 他們都會傾身而出發聲 不能夠因為政府給壓力而收聲的 好啊 我覺得對 你們 你們是發多些聲 你們甚至乎 我覺得你們要舉行那些遊行示威抗議 要抗議英國政府這些不公平對待 我覺得應該反這個英國政府 廢了這個政府 完全是不幫你這班香港人的 是呀 自認香港人的 我們沒有認他們香港人的 不要緊要 總之他就說 英國政府不幫他們 你給我翻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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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翻桌 我支持他們翻桌 接著這個國子見 中國已經在英國做了很多滲透 英國現在對中國 只是能夠軟弱的 令人非常擔憂 還不走? 他說 他現在不掌握這次英國政府的做法 是不是來自不同地方的壓力呢? 他認為 不要緊要 總之他們香港人要互相保位 要團結一致 要對抗中共政府 你如果作為香港人 你怎麼會對抗中共政府呢? 所以他其實又不是香港人 又不是英國人 他這些叫什麼? 兩面不是人 腳子見就說 作為香港人的社群 其他沒有受資族的團體 就要發聲 在這裡的英國 香港人要團結 要告訴其他人 甚至不是那麼容易放棄他的原則 哦 OK 他說 花了那麼多錢 排除萬難 十幾萬的香港人來到英國定居 那要爭取什麼? 要知道自己爭取什麼 那你爭取什麼? 那你爭取什麼?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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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同時 要知道什麼是困難 那什麼是困難? 他沒有說過話 OK 他說 正如英國政府所說 香港人可以繼續發聲 面對這些倡議工作 港人團體有限制 的時候 就怎樣也好 他說 要有更加多的默契 OK 那他也不敢肥英國政府 他就說 英國政府並不是反對這些港人團體 去推動一些人權 但是那個部門的資助項目 主要是協助香港人去適應 和融入英國的社會 所以他們這些叫做港獨團體 在接受這些資助搞活動的時候 若果有太多的內容 和資助項目不是直接有關係的話 英國政府就是你都應該的 哦 哦 哦 你說那麼多話 你原來是幫英國政府的 你不是幫香港人的 你PK 你很壞的 這個郭子健 最後原來是拆鞋的 你早說 然後又說 有一些熟悉香港人圈子的人士分析 不少英國的公務員 依然抱著一些固有的看法 就認為民生生活 是不應該和政治扯上關係 但是這個郭子健就認為 民主其實就是 現代人民的生活方式 不可以和民生是完全分開的 所以民生的生活 是和政治應該有些關係的 哦 英國政府都說了不想 你硬是要堅持的 不過我覺得你堅持得對 在英國那裏繼續搞大它 發開它來搞 是啊 是啊 搞得厲害 然後呢 這些叫做 叫做 已經講 讀L就說 要跟政府官員繼續溝通 要改變這些官員的觀念 最後 可能幾年之後 會進去參選 搞亂他們的政府 你看住 很棒 到時就變成了 英國要排除這些 港人 或者這些叫做 BNOR 不可以叫做港人 它已經不承認自己是香港人 在那邊承認而已 我們不承認 取完監獄 我們會認回 可以嗎 接著就 對於英國政府是否試圖 關於在英國的香港 港獨這幫黑暴言論和集會的自由 他們這個報章 報道引述一個的英國國會 不是 英國政府發言人 就說不對 這些不是 不是的 完全不會打壓他們 不過 不過 這些錢是不可以用在 政治活動裏面 不過 英國政府是歡迎他們 不用他們的資助計劃的錢 去自由地搞政治活動 用那些錢就不好了 用你們自己的錢 好了 重點來了 錢從何來 如果他們有銀用的話 基本上 就不會問你拿這麼多錢 對不對 即是他們本身是沒有銀用的 沒有銀子用 所以才要問你多錢 對吧 所以這個什麼什麼 郭子健說 浪費了這麼多錢 用了這麼多人 你來英國 對吧 其實說真的 你以為浪費很多錢 你知道沒有BNO這個移民計劃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要移民去英國 可能要浪費上千萬 你現在可能用了一萬多兩萬元 你就覺得很多錢 可想而知大家就會知道一件事 就是英國現在變成了一個什麼國家 變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日落國家 OK 這樣就要很多錢 恭喜你英國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明潔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可留言訂閱 明義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